英文报章新报昨天刊登了一则报道 指一名妇女因为年龄问题 不能够当电照车司机 交通部长拿多斯里为嘉祥博士 今天发文告澄清 交通部没有这项限制 这是有关公司自行制定的 和交通部无关 根据文告 如果要当电照车司机 申请者必须要有公共服务执照PSV 也就是俗称的首牌 而至于年龄限制 都是有关公司自行制定的 跟交通部没有关系 为嘉祥促博士 有关公司在新冠病毒肆虐 百业萧条的这个时候 酌情允许更多人 例如上了年纪的人 来当电照车司机 不要设定年龄限制